民眾用不到的大型垃圾到這裡都能搖身一片 成為一件件漂亮完好的家具 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提倡回收家具再生已經十多年 年中都會舉辦一場大拍賣 將回收家具修補後以低價賣出 希望將這些資源能夠再重複利用 那像在這次我們探賣會會出現的就是它有一個紫檀的一個圓木桌 平常我們很少看到這樣的材質 那像一些檜木的它是比較材質好一點的 比較珍貴的這些的一些桌椅或者是櫥櫃 那另外就是說我們有一些創意的作品 比如我們颱風吹倒的露術 那些張木它有特殊的香氣 那我們會把它製作成一些比較特殊的創意桌椅組 那這是我們平常比較特別回收很少的這些物件 我們只在特賣會會來拍賣 即將在1月8號舉行的大拍賣 共計有上千件的傢俱人民就挑選 並且為了回饋給民眾這些資源 其標價都很低 像是用高級木材紫檀木製成的桌子 看起來跟新的沒有兩樣 寒價卻低至從5000起跳 幾乎是標價的一折價格十分划算 我們似乎會再評估如果可以的部分 我們會盡量把它維修完成 因為我們一年要有15000多件的成品要出去 所以我們這個部分量滿大的 那就是能修理的盡量修理 那再一個就是說我們有一些折扣的商品 像是有一些量比較多一點的 我們這一次也是為了回饋我們的市民 他們來響應我們這個再生家具 所以我們就把這些部分的商品 把它打到很低的折扣 大概都低於原來的標價的一折 除了一般民生家具都可以在這裡 以低價競標之外 環保局這次拍賣也特別設立百元專區 裡面的所有家具都只要賣100元 連這個衣櫃桌子也只要100元就能買得到 數量有限先搶先贏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周末來內湖再生家具展示場挖堡 記者問君採訪報導